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的節目現場 雖然說台美關係 現在是前所未有的緊密 但是其實在台海之間 恐怕也是前所未的緊張了 我們先來看到台海 台美之間到底有多緊密 在8月23號的時候 其實當時蔡總統到了金門 其實追到823 但是跟他一起去的還有誰 就是AIT的處長 麗英傑了 而且麗英傑還率領了AIT的官員 一起來陪季 而且在這一次的祭典當中 其實後來AIT也都有發文 他說什麼 他說這樣子的安全合作月 代表的是真朋友真進展 這樣的紀念活動 是一再的提醒我們 今日台美的安全合作 其實是建立在多年以來 我們引以為傲切實的實踐 所謂的真朋友真進展的歷史之上 也衷心的希望我們一直以來努力跟作為 是足以感念 而且緬懷不只是早年 為了台灣自我防衛 還有美台關係合作夥伴 殉職的犧牲的勇士們 其實像是國安幕僚也都說 這代表什麼台美的關係 真的是非常麻吉 非常好 甚至如果我們從亞太區的層次來看的話 當年823砲戰本身 其實美軍也都有來幫忙協防台灣 像是第七艦隊 或是有些物資上的捐助 是當年守住台灣第一線的關鍵力量 如果我們以台灣的內政層次來看 其實從美國的衛生部長來台以外 其實國民黨是不斷的操作 各種攻擊蔡政府親美的議題 還拿發音來大作文章 讓美方來備受困擾 甚至前總統也提出了首戰及中戰的說法 其實並不會 這個川普不會幫台灣這種荒唐的說法 但是其實以這個相關的國安幕僚來看 其實台美的關係現在就是非常緊密 而且透過這樣子一起追到 一起出席的活動的方式 其實也意味著 其實台美的關係 現在是前所未有的緊密 但是其實我們要來關心到 其實不只是台美關係 現在看似是非常緊密 但台海關係似乎也就是比較緊張一點了 尤其我們要來看到 像這個在8月23號 剛剛說到金門去 總統做什麼 總統當然做專機 在過去金門 而且再回去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注意到 在這個角落上面有所謂的共機 在這邊不斷的徘徊 繞了幾分鐘 繞了173分鐘 這個圖片是從三例新聞往來的 所以等於說 其實這樣子挑釁的意味 是不是也都是非常濃厚 我們來看一下時間表是怎麼樣 其實蔡總統當時是乘坐空軍一號 在下午1點56分的時候 怎麼樣從金門回到了台灣 而且當時有打開了防空識別 但是這個大概是200公里的距離 大概是台灣的 從北到南一半的距離之間 其實共機就在這根海域上 不斷的盤旋 繞來繞去 而且一繞就繞了173分鐘 接近是3個小時 一路從早上的11點27分 一直盤旋到下午的2點20分 甚至還打開了敵我識別系統 來發別訊號 但是沒有加上識別碼 甚至疑似就比較靠近我們這邊了 來到了台牙海峽的中線以東的地方 而針對這件事情 我們台灣的國軍是怎麼說 中華民國國軍講 這個空軍司令部的新聞稿 指說相關的海空動態都有掌握 而且世界的應處安全掩護 狀況是非常正常的 至於媒體報導的議測內容 空軍他們不需要評論 那立委王定宇又是怎麼說 他說其實就了解這個消息的 正確性是不高的 不論是這個統帥飛往前線 這個航空識別碼是不會大開的 假設共軍直接威脅 也代表國家主權的總統專心 像什麼 製造可能的衝突性 其實這等同是開了第一槍 這是他的說法 而國軍對這類的威脅 也都有相對的應對措施 所以說如果真的是 有引發市盾的話 國際是應該要給予譴責的 當然是王定宇的說法 再來我們來看到的 就是其實中共的三大海域 現在持續的都有在軍演 也增加了現在 我們所謂的台灣的一些危險性了 所以我們就來看到 其實說到這個要消擬 雙方的這個軍事狀況之下 非常重要的 我們台灣要發展的 就是不退趁戰力了 所以其實我們在跟美國 算是麻吉麻吉的狀況之下 其實我們也多了非常多 可以對美軍購的機會 但是其實現在要注意到的 很像的軍購 現在進入到所謂的付款高峰 我們的國防預算真的夠用嗎 會不會周轉不離 現在有這樣的隱憂了 我們先來看到 算數學 這個110年度的國防部預算 其實比去年增加多少 增加88億 如果我們今天用行政院的 這個相關的公務預算來看的話 國防部的公務預算 總共是有3668億元 比去年增加多少 增加了我們剛剛說的88億 還有在採購的戰績的特別預算 290億給他加下去 還有基金的預算 給他加下去576億 所以總體的預算達到多少 4534億元 這麼多 那到底我們要怎麼樣 才能有辦法把它付出來嗎 現在大家也都是非常緊張 尤其是國防部的 109年的預算書 規劃說在110年度 應該要付的款項 重大的軍事投資 額度會比去年109年度 高出了多少 476億 那你只有增加88億 怎麼去補這個大洞 476億缺口 所以現在大家在等於說 如果今天在蔡總統執政的後期 當我們要把這個軍購的錢 付出去的時候 我們真的有辦法付得出來 會不會周轉不靈嗎 我們大概看到 其實以對美國的軍購來說 我們真的是買不完 而且蔡總統的任期 真的付得出來嗎 其實現在大家也都是 打上一個問號 而這個是聯合新聞網資料 他說美方 加上要提供給台灣的武器 有哪些像是陸訓的M142 海馬斯 還有高機動性的多關火箭 還有自軸炮 還有海軍 空軍其實也通通都有買這個武器 但是其總價值超過新台幣 1300億 一旦美方批准的話 預算短缺 也有可能會再度擴大 所以針對這個武器 還有軍購的見解 我們要繼續連線給 中華戰略學會的研究員 張靖 張老師你好 你好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老師我想要先請教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有聊到說 這個總統的這個空軍一號 他在從金門回到台灣的時候 結果共軍的軍機 其實在整個台灣的 西南部的空域 其實狂繞了173分鐘 在過去其實有類似的狀況發生嗎 如果以這個軍事的意圖來看 這又是代表什麼意思 真的是台海比較緊張的意思嗎 我想必須要要首先 這個要追溯這個事情的起源 這個事情的起源 其實最早的時候 是從這個蔡政府上來 接掌政權之中 首先假如大家不健忘的話 最早的一個是共軍繞台秀 然後國防部部長跟參謀總長 這個輪番上陣進洞 後來這個戲連續演了十來天 實在是演不下去了 甚至國安部部長 還有一次在立院執居的時候 他甚至中斷要事先離席 利用國家安全的獨佔的資訊 來操作政治的氛圍 其實是相當不道德 但是正是因為 這個政府的國安團隊 如此的操作的新聞 這個民間的社會 也展開相當程度的反覆 尤其我們身處一個 全民狗仔隊的時代 人人都是狗仔隊 資訊也不是由國安團隊所獨佔 特別是民用的這些航空的資訊 以及船位的自動回報系統 會經過這些適當的潰送 到所謂的這個海上的航行動態 以及空中飛機的動態的網站之中 在這個轉換的過程之中 第一它有時間的延遲 第二它可能會被人造假 所以各位都會知道 這個裡頭到底是真是假 其實需要再度的查證 但是我必須要提醒 最近曾經有媒體錯誤報導過 說這個美軍的EP3型機 疑似降落松山機場 或者說是從這個就是 巴士海峽轉將到屏東機場 事後的查證是這個飛行的軌跡 到達松山機場 或者屏東的機場犯了兩個錯誤 第一它不是從正常的 進場的航道進入 而是直接就這樣 接入到那個機場的那一點 第二它到達機場上空的時候 它的高度有1萬尺 我們剛才看到這個節目的配圖之中 有一個F35戰機垂直起降 但是EP3沒有辦法做出那種的演出 所以今天這個就是國安團隊 這個經由特定媒體 發布新聞政治操作之中 引起民間以第二管道 另外發布的新聞 所以我們讓這個全民 這是大家全民都有知的權力 知道了這種的這個情形 講起來我們必須體認到 這個兩岸的關係覆墓 台海的軍事的緊張的程度 確實在提升 我認為大家與其在那邊 東拆西下真正要去思考 我們如何能夠改善 兩岸之間的互動關係 以誠意的方式 我特別要提醒 只要戰爭開始了 就絕對沒有任何的贏家 我相信 好 莊老師我想要請教你 剛剛說台海是比較緊張的 情勢狀態 那現在其實我們也跟 美國有非常多的軍購 你怎麼看 我們真的有買到點上嗎 是不是變成花錢的冤大頭 我認為這個就是 假如你論起對美軍購 這是我們在這個民國68年 就1979年被美國一腳踢開 而且美國答應了 這個北京的政權 這個三項的條件 就是斷交 毀約 撤軍的三項條件的時候 當時政府緊急的補救 跟美國在之後 那個當時美國派了這個 就是助理國務卿 在Warrant Christopher 他後來擔任了過美國的國務卿 當時在善後的談判之中 特別就強調了對美的軍售關係 而對美的軍售關係 就成為我們跟美國 這個互動往來之中 非常重要的環節 而中國大陸對此也非常感到忌憚 因此在1982年還特別為此跟美國 訂立了一個所謂的817公報 但是我們必須要了解對美的軍購 他不是為了滿足求售國的軍事需求 而是在支持美國自己國家的安全利益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住 那個是一個賣方市場 他之所以賣你是為了美國人的利益 而不是對我們利益 因為時間關係 不好意思我必須要打斷張老師 謝謝您的意見 是 好 謝謝